最近两位女士创造了双人自行车环游世界的金氏记录 更以提前18天的成绩打破了男子世界记录 7月29号 吉尼斯世界记录宣布 来自英国的54岁凯特迪克森和55岁的拉兹马斯登 以263天8小时7分钟的好成绩完成了环球之旅 他们不仅打破世界女子记录 还刷新了男子281天的世界记录 创造了新双人自行车环球世界吉尼斯世界记录 两人骑着名叫爱丽丝的双人自行车 于2019年6月29日从英国牛津出发 总共穿越了25个国家 共行驶了近3万公里 平均每天大约骑行130至160公里 于2020年3月18日在伦敦结束 我一直想要车回来世界 我们开始说 为什么不 马斯登表示 在途中他们遇到各种天气 比如高温 亚洲季风雨 澳洲丛林大火 为了避开大火和烟雾 还被迫改变路线 幸运的是 在英国因为疫情而关闭边境的当天 两人顺利登上了从法国返回英国的克伦 完成最后的旅程 他们的成绩已被列入2021年版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 吉尼斯世界记录将每年11月第二个星期四 定为吉尼斯世界记录日 鼓励所有挑战者激发潜能 创造新的世界记录